而说到游艇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台湾在国际上 享有游艇王国的美誉 有资料显示 台湾游艇业去年前10月 产值攀升到68亿元 而全美市占第一的游艇品牌 就是台湾包版 零下56点天都还没亮 高雄街头就出现一艘庞然大雾 准备送往高雄码头 游泊车开到白色游艇实在太大骚 甚至得拆路灯才能继续前进 就为了让它毫发无伤地送上浩瀚大海 白色游艇游向天际 钢琴烤鸡展现出奢华质感 设行训练功能完美 就将它送往美国富豪手中 每销售价超过3亿台币以上 堪称全球金字塔顶端的专属娱乐 而这一间全球前三大的奢华游艇品牌 就在台湾 一万游艇就来自这一间位在高雄 堪称游艇一条街的厂房 占地之广大能容纳4到5艘巨型游艇 现场直击 这一艘接近八成完工 旁边这一艘还在出胚 但每一个区块都在加紧赶工 因为他们的订单早已满到2026年 想买还得排队 我现在的位置真的好像是在建筑工地里面 因为这边满满的都是木工 但当然不是我在三层楼 价值三亿的游艇上面 这边就是salon也就是他们的客厅 而再往前一点的 其实是他们的前餐厅 不过除了做前餐厅之外 也可以做成是主人房 因为让你可以躺在床上 张开眼睛就是一望无几的海洋 台湾素有游艇王国之身 游艇业在70年代全盛时期 全台也有近百家集中在高雄 但80年代台湾的游艇业 面临台币升值 工资上涨等因素 快速的衰退 气承厂商直接倒闭 能活下来的没几家 但一鸣惊人 直接冲上全球第三 赢家关键就在经营策略 我觉得我们是可能从很早开始 从1978年 第一天我们就不帮人家代工 所以我们就一直补出了 刚开始是有自己的品牌以外 我们对自己的市场的了解度 我觉得是应该超过大部分的制造业 于切间充满自信 他是二代老板缺庆程 但其实年轻时从没想过接班 读的也跟工程造船毫不相关 但因为父亲身体出了状况 不得已放下 想要当经济学者教授的梦想 回台重新学习 但也因为经济专业了解趋势 一举收回了全球代理定调品牌策略 成功打响台湾名号 我觉得我们其实市场占有力 在美国已经是No.1了 我们在亚洲 在欧洲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所以我们希望是 我们到最后是在我们的segment里面 优廷的这个segment里面 我们是可以做到No.1 可是做到No.1 不是用量来做计算 而是用信用 也可以说我们的单价 我们的单价代表我们客人 相不相信我们 台湾的品牌用品质打天下 营收也创历史新高 2023年全年的营收 达到了63.25亿元 全球游艇业年产值 已达260亿美元 相当于8500亿台币 市场之大 台湾也将持续过张 挺进全球 东森财经新闻 这支文汇婷 高雄报导 看满足乱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